现年38岁的艺人张博之 2011年与谢林峰离婚之后 一直负责照顾两名儿子 Lucas跟Quintus 离婚后虽然张博之也有零星的绯闻传出 不过他从未承认任何一段新恋情 而外界也觉得 因为张博之已经把时间跟心血 全部投放在一对儿子身上 深信他也不会再投入另一段关系 但11月29日 张博之突然被爆在香港养合医院 诞下第三胎 更明确的指出 张博之是在11月25日诞下孩子 震动整个华人演艺圈 消息传出后 由港媒到达养合医院外守候 正巧碰到张博之的妈妈走出医院 令人更加相信消息的真确性 不过张博之妈妈见到媒体 立即挡住自己的脸 跟平常的举动很不一样 事后我们电话联系到张博之的妈妈 她明确的表示不可能 虽然博之妈妈言辞否认 不过媒体继续爆料 称根据何靠的消息 孩子的爸爸是新加坡连锁饮食集团的股东 名下有一家上市的企业 今年张博之经常进出新加坡 就是为了跟男友约会 有一次她带男友去一个私人会所 还碰到了前夫谢霆锋 为免尴尬 博之后来带男友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而博之妈妈好几个月前亮相节目时 也提到女儿的新恋情 称女儿的男友是一位65岁的新加坡富豪 虽然年龄比博之大27岁 但很会照顾人 另外张博之最近几个月突然清空了自己的微博 IG的账号也设定为私人账号 有网民翻查记录 张博之在今年2月底曾透过社交账号放言 2018年我必定要生个宝宝出来 这是我的目标 而发文后有网友问博之的另一半是谁 当时他还爽快地回答 劝外人不可以吗 而今年5月他跟吴建豪宣传主演的剧集《如果爱》的时候 被发现穿着相当松深的衣服出席活动 看上去肚子已经明显的隆起 如果当时他真的已经怀孕 算一下日子的话 在这段时间分娩也真的很吻合 另外张博之传出诞下第三胎的消息曝光后 刚没找到他的前夫谢霆锋 不过谢霆锋很有礼貌地表示不说了 而港媒致电谢霆锋的爸爸谢贤 谢贤表示已经很久没见博之 自己并不知情 更叫记者替自己祝福博之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